我们刚刚这个还是没有谈到为什么要Postal Expression 现在这个是一个翻译,它是Postal Expression的翻译 所以我们念这个东西 你不能讨论什么叫做23 6是一个资料 2是另外一个资料 3是第3个资料 这个每一个字都是代表一个资料 或者是一个印酸的符号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说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变成Postal Expression 那其实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Postal Expression本身没有括号 Postal Expression本身没有括号 Postal Expression已经规定好了印酸的顺序 那有括号没有括号 这个事情是有多麻烦 非常麻烦 因为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前面的范例 像这个好号的上面这个范例 有括号为什么麻烦呢 我们在做印算的时候 你读进来说 你还不知道这个加码不会做成算 那你还开口这里有五括号 所以里面要先算 所以你读进来的顺序 跟你真正做的印算顺序是不一样的 你还要等后面的这个算完之后才能再做印算 那像这个的话当然是这个刮在最左边 所以这要先算 算完之后再跟10做印算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就是没有 这个是Postal Expression没有括号 它已经把计算顺序安排了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上面 所谈的这个计算的顺序 就会包含有下面这些东西 第一个叫Prestace Prestace就是优先顺序 你把它提一下优先顺序 那这优先顺序 这个有些课文 我们课文也有这样讲 叫Priority 这个也叫优先顺序 那Prestace呢 基本上就是比较在印算式在讲 Prestace优先顺序 那这里意思就是 挖号比较在还要大 就是它比较高计算顺序 然后再过来 它又比这个Star 还有Squatch还要高 结果又比这个加和减还要高 这是我们一般的计算顺序 然后再过来结合的方式 Lek的松节 向左边结合 结合的方式 比如说A加U加C 那A加U加C 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次算两个加法 一定是某两个人要先算 所以A加B加C 事实上是向左边结合 它事实上的内容是 括号A加C 然后再加C 左边这个先算 但是如果是DataSign 虽然我们的C语言里面 没有DataSign这个符号 就是翅方 可是翅方的硬算 比如这个 A的V次方的C次方 这个该我们写出来 在数据上面的话 那这个是什么 V的C次方 这叫新算 右边的这个 右上方 这叫新算 所以我们A加A V大二三V大二三C 这个是向右边结合 代表什么 代表V大二三C 右边要先算 所以这个是 Right Associate Associate 向右边结合 好 所以这个我们的前面的 INFACE里面啊 就会有这些东西 就是 有些顺序啊 它是括号的问题 那我们的这个Process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Process 那这个Process 那这个Process 也不是你随便写一下 它就已经是合法了 等一下我会看 怎么检查 它到底不合法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Process 好 那它相对的 INFACE 长得这样子 就是它相对的INFACE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 又来看说 那我们怎么样 便宜一个Process 再相对一个Process 您便宜 这个广告怎么就不谈啊 我们GateInFACE 那到底 你是怎么样 去把它的那个值 跑到这个INFACE 这个值 把它算出来 我们是怎么算的 那我们算的方式 就叫PowStack 那这个是我们 这个Stack的 硬算过程 那我们在这边 操作一遍 下一个就是Stack的 硬算过程 现在我们读到一个6 读进来 那这个6 这个 还不知道要跟谁 做硬算 所以我们把它PowStack 再读一个2进来 2把它PowStack 再读一个3进来 3PowStack 再读到一个加 我每次读到一个 硬算符号的话 就非常简单 就是做硬算 所以这个硬算顺序 已经安排好了 这个加 就是我们要做硬算 谁要做硬算 后面 这个前面这里 要硬算 2加3要硬算 那这个对应的东西就是什么 我们6-2加3 这个6-2加3 这个2加3要先算 算好之后才能做减完硬算 那所以这个2加3要先算 算好之后呢 先来一个减完硬算 2加3 所以我们就做2加3就算 2加3 算好之后才能得到5 5就变成一个单位了 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是5 把它PowStack 所以这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在硬碟里面 2加3就等于5 这个5得到一个答案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6-5 所以我们现在这已经得到一个答案 最后一个减法 减法的话就是把 这Stack上面的东西放在算 那我们这Stack 上下是左右的意思 左边的 左边的先放在Stack里面 所以我们的这个顺序 你看6-2-3这个顺序是没有改的 6-2-3-8-3-8-2 这个都没有改的 所以左边的减右边的 先好这样做一串 左边减右边 所以这边这个字 就是要下面减上面 是6-5 这个结果是6-5 所以我们拿出来这两个音 这个先放进去的 要放在前面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 是6-5 6-5答案就是1 所以我们6-5就得到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1 好 好 再下来 3 那你就把它放在Stack 再来8再放在Stack 再来2放在Stack 那这个等于在 我们看到这里 3 你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因素啊 因为这个主要有个家 你看到一个8 你还不知道啊 看到一个2 最后看到这边一个Stack 就可以做一算 好 所以这个3 8放进去 这个8除以2 8除以2 现在看到Stack 就可以做一算 做一算 也是要前面的除以后面的 所以Stack 下面这个除以上面这个 8除以2就得到4 再把4放到Stack 因为这个8除以2 这个4啊 它就变成一个单位了 这个单位 就把它放到Stack 这个画 这个地方往上跑掉了 这个跑掉 这个东西代表8除以2 如果你的讲义上面 也跑掉的话 就把它滑一下 我个人呐 因为想着个人 告诉他说 并融 再下来 我们看到这个家 这个家怎么样 这个家代表讲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3加到這個8除以2的結合 8除以2就是0.4 所以3加4 我們就得到7 我們就得到7 我們得到7 好 這塊STUD 這個STUD 原來就是這個STUD 好 那這個STUD 這個STUD就是要把左邊的這個乘以右邊這個結合 左邊這個結合就是剛剛的1 右邊的結合就是現在這個7 所以1乘以7 就要7 再把它幫它STATE 好 再下來是看到2 2就幫它STATE 再來看到DollarSign DollarSign的話就是 拿出來做次方運算 7的2次方 就這個 現在拿到這個7 這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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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做運算 所以是7的2次方 那7的2次方是不好來 19 再放到STATE 再下來一個3 就放到STATE 再看到加 加的話就是 把這尾本拿出來加完運算 得到52 那就已經沒有東西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52 這個答案就是52 這個答案就是52 好 所以我們的PERS的好處就是 它的優先順序 計算的順序都已經安排順序 已經安排好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一路讀過來 你比較碰到符號 我們就是做運算 那這個就是我們把它換過去 因為在這邊的話 你看一大約多號 還有優先順序不曉得怎麼算 所以這個是這樣 沒有單純的計算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把剛才在黑板上畫的東西 就換成這個 就是你讀進來的這個資料 是拿兩個 要做什麼 定算 做完之後之後 把它換到STATE 不過這STATE是橫的長的 因為這個第一個 擺進去是一個6 然後這個擺進去是2 這個擺進去是3 然後到人家翻得到這個5 是橫的塔的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 就是我們剛剛在 黑板上畫的計算的過程 好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做一個下結論 就是剛剛我們的這個PORSERVICE 到底是怎麼把它算出來的 就是把它怎麼算的 那這是我們的演套法 演套法 我們剛剛做完就是 碰到OPEN 碰到數字 也就是運算的資料 我們就把它放到STATE 這是我們剛剛的方法 這個即使你沒有講義 你也要把它抄下來 這個都是管管幾句話 就是精華 好 這個碰到OPEN 運算的符號 那我們就把STATE 最上面的兩個數字 拿出來 做運算 那當然這邊 我們剛剛特別要注意到 這個 拿最上面兩個 做運算的時候 這個順序要弄對 交法當然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減法跟除法 奶油在前面奶油在後面都不一樣 順序要弄對 然後呢 再將解錄把它放到STATE 這個我們已經碰到 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 這個 一個 那個 那個 现在这个有一个转换 有一个要用Stake 有些同学可能会把这个演号 等一下要讲的演号 有时候会搞混掉 那其实呢 这个重点就是这个Postless 它要计算的时候它的符号 已经按照顺序了 所以你特别把它叼你一下 这个Postless 它运算的符号 已经按照顺序安排好了 那你只要有这些东西 但是知道 其实你就知道说 你什么东西要慢慢Stake 什么东西要算 要不然你很会误会说 那这个Operate就要慢慢Stake 那这一方一定就错了 所以是因为Postless 它的计算数据 计算数据已经还好 所以你看到就是要算 每次看到就要算 所以你是看到Operate就是要算 那怎么算 就是这个上面哪个东西 好 那下下来我们又有一个问题 随便写一下 它是合法Dispay Postless 显然不是 非常显然不是的 就跟我们现在写InFace一样 你的InFace也不是学一学 它就是合法的 我们当然说A加B乘以C 这个当然是合法的InFace 没问题啦 但是如果一般写人家 A加B C 这个就不是 这个不是合法的 这个InFace 那这InFace 因为我们从小 从小学就开始学了 所以很容易判断 这个InFace 到底对了没有 这个很容易判断 我们就知道这个错 上面就是对的 那这个Postless呢 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ostless啊 有些时候 数字好几个年在一起 有些时候 数字好几个年在一起 有些时候 来运算符号好几个年在一起 那到底 随便这样写 一定会对吗 当然不是 那怎么样 怎么样去判断 这个Postless是对的 好 怎么判断 你的Postless是对的 对 从我们刚刚评估Postless 的这个方法 里面已经点含 含到 怎么样去判判Postless 对 好 那么看下 有可能 有什么样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模拟法 刚刚我们在算这个 它的这个值到底是多少 我们就把它模拟一下 这个第一个方法就是模拟的方法 按照刚刚的Stack的方法 你要印算的时候 一定要有资料在Stack上面 然后算到最后 就只剩一笔资料在上面 剩一笔资料 就是模拟一下 模拟整个印它的过程 那 如果你要算的时候 没有资料在Stack上面 那 如果你要算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足够资料 让你算 那当然这一定是不行 那我们随便写一下 譬如说 这个Postless 你写一个A-B 非常明显的 这个不是Postless 所以不是随便写的 这个非常明显 那不是 这个是错的 为什么呢 你把A放到Stack里面 A放到Stack 下一次这个-号 它就说它要算 Stack里面至于资料 你现在没办法算 所以当你要算的时候 没有东西可以算 那你明明是错的 好 第一个方法是模拟法 从这个模拟法 我们应该就可以讲到第二个方法 所以要请教各位 第二个方法就更简单 也不要用模拟法 因为模拟法你还有Stack 还要放到Stack 还要真的做什么加点 什么什么印算 那所以第二个方法 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过程 这个印算的这个符号 应该什么时候才能出现 应该怎么出现 所以这个方法二 来 请教一下同学哦 正念成 今天 重点来 讲大声一点 明争 运算的话要比运算资料 运算的话要比运算资料还要少 最后运算的话要比运算资料 这个评论人讲的大概就是99文 他讲的方法 把它更简化 就是你刚记得 这个为什么错的 A-E这个不是possil 为什么它错的 当你要算的东西没有资料可以乱算 就是错 你想要算 但是资料不够让你算就错 所以你资料公司先出现代表 那个符号公司先出现代表 你要先出现数字 所以我们只要是一个tunker 然后呢 你就要统计 数字跟operator之间的 数量的关系 那这个我们把数字把它加1 把这个看到operator我们把它减掉1 出值设为0 中间过程 最后一个分算 一定要两个分算 中间过程不能小1 最后必须是1 所以各位可以看吗 这个你把这个A加B乘以西 这个把它换成什么 我们的泊水值 它有什么 1 2 3 它有三笔资料 它有两个符号 所以3减掉这个2 这个3减掉这个2 最后一定剩下1个 所以我们的这个运算符号 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两笔资料把它垫在底 B乘以西做完之后就剩下1个资料 所以 跟你说 一个符号会抵消掉1个资料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处子设为0 这个要写对 这个处子设为0 中间不可以小1 这要问对 中间小1的话 那你就是没法做运算 中间中小1 然后呢 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是 最后剩下1个 再下来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PoTreads 刚用的是 用 比较简简 这个 简单的方法 用做什么方式来描述我们这个运算法 在这边这个运算法 那我们如果用法律跟一件的Provence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现在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 SudoPode 虚拟码 SudoPode 这个有点像吸热影员 但是还不是 可是它讲的比较明确 比我们刚刚讲的中文人话 讲的中文人确实 那 所以 你要看懂这个东西 基本上 你就是要 要能够理解刚刚演算法 如果你不能理解刚刚演算法 那这个东西看不懂 那只要你理解刚刚演算法 那这个基本上是看法 虽然看起来有点麻烦 那我们马上看一下 那我们马上看一下 Token 就是我们读进来的这个 这个 看它这个是 读进来这个符号 这个字母 这个符号 或者是这个 这个数字 这个叫Token 一个Token 一个Token就是读进来 Token 那这个Token 放在这1里面 Expression 印算式里面 就是我们读进来 这一串的东西 每读一个资料进来 或者说出号进来 这个叫Token 好 所以这个Token 要么就是一个Operate 是一个印算的符号 要么它就是一个Operate 印算的资料 还有这边呢 这个点算法 里面它讲的比较明确 它还有一个结尾符号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 这边有写 这个就是尾巴的符号 结尾符号 就是我们印码进去的 这一串的资料符版 最后一个符号 像这个 还代表结束的 然后这块 neft token 下一个token 下一个token 下一个token就是把下一个符号 或者是资料符号 或者是资料符号进来 从这个eetherexprayer 可以把它符号进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说 那这个勒 是不是在描述刚才的事情 那我们看一看 那什么描述 这个是stake 我们宣告这个 一个stake来用 然后这个for loop 好 这个token x 就读进来这个x 那是token 读进来 要读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是一个loop 就跟c这个diva 那个讲法就几乎一样 突然什么时候结束呢 你这个图进来这个x 还没有到达 最后的这个符号 那就是要继续做 这是结尾符号 还没有到这个符号 就是还完 还没做 要继续做 然后再过来 如果你现在不进来这个x 啊 是一个open 刚刚说过的 印算的资料 oplastic 所以呢 这是印算的资料 就把它放到stake push 所以就把它放到stake push AOS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是哦 印算的这个operate operate 就是让它 要来做印算 要做加点分数的印算 好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operate 怎么办呢 你看哦 真的假的 remove 你属掉care number of open 你属掉什么 正确数量的open 那当然现在我们这边open 啊 如果是加盈政府 都是两个啦 就拿两个出来 拿两个出来做印算 好 所以正确数字的这个 数量的这个open 一定要这个 从我们这个拿出 拿出两个数字 来做印算 for x 对这个s来做印算 所以再调来 做完印算 做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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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个 存的这个结果呢 把它放到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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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呢 好 讲一下哦 你们的讲应当面都有哦 就把它放到stake 好 所以 基本上 这个东西 就是用比较接近新言的讲法 来描述刚才一套啊 好 内容是一样的 那当然这边就看得更明确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眼睛不适合看这种 看这种东西啊 眼睛不适合看这种 眼睛不适合看这种 眼睛比较适合看哪一种 眼睛比较适合看这种 好 那这个咧 这个中文系的咧 不要东西看得懂 好不好 那你 下面这个咧 下面这个咧 不要做中文系的 连老师 看起来这个的话 老师说 这个我看不懂 可以跟你讲看不懂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一般的华人都看不懂 这个各位可以看得懂 各位上次要解过 看不懂 不必要看懂 好 另外 下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硬品 把它变成posit 刚刚我们这个硬品变成posit 刚我们用手算的时候 我们是画一个tree 在这边算 就是画这个tree 在电脑融化 对不对 太复杂 所以咧 我们也是要把它improve it 把这个硬品变成posit 所以咧 我们这个 呃 我们是 讲一套 然后做另外一套 的话 大家知道 讲一套 我们用手算的 是这一套 这个是一个概念 真的用坦佩洛算的 不能这样算 坦佩洛算的太复杂 这个要小部分也可以 算太复杂 接下来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要把它 硬的变口水 也是用stake 好 那我们先用一个例子 来说明怎么做的 这个是a star v a star v plus c 这个 这个 a star v plus c 这个是invis 变成posit 这个 这个 我们把这个配置 再画一遍 这个 start a a b 再加 c 所以这个 我们的posit 就是a v star 然后c c plus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变成这个 从这个配置 变成posit 我们看我们的 不对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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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好 a a 加 b c 我们的 前面它的 好 好 好 那它的这个 它的posit 就是这个 好 a bc start pass 然后我们看 总变好 我每次要一个一个 把图进来 从这把图进来 一个图进来 好 那我们图进来之后 咧 就是 我们会把我们的 运算的图号 放上stake 所以 这个就是 就会跟前图上的 另外一个点 方法可以搞不定 好 那所以 我们看看我们 我们把图进来 a加 b 乘以c 先读到这个a 读到这个a咧 我们就直接output 就把它写出来 a就output 再来看一个加 我们把它加 把它放上stake 再次来看到b b就是output opput 再开始看到start 我们就把start 放到stake 再来看到c c就output 诶 读完 没有东西可以 结束了 我们就把stake的东西把它搬出来 下来 非常非常特别 这个非常漂亮 这个搭上去的 原来搭上一模样 再看一看 下一个方式 这个是在这里 好 我们也就把它音乐再写一下 这个 我们把这个再做一遍 上来这里 你就先读到你了 看到a 我们也就output 看到start 把start 看到b 你就output 看到class 把class 放到stake 先不要说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然后开到c密碼 coutput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如果这样做的话 接下来的东西就是 就是这个output 再这个output 这个答案 跟这个真正的答案 是不一样的 这是错误的 好 所以stake在做什么事前 stake在变换我们 计算的顺序 那我们看看 这个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 你并不是b跟c要先加 这代表什么 bc要先加 因为你们知道了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个顺序就代表什么 你将来做印刷的顺序 那如果你把钱这样的话 代表b跟c要先加 可是事实上不是 是aqb要先加 那你现在各位 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 坐在这里的时候 坐在这里的时候 a star b 接过来这个 这个加 跟这个star 我们要判断一下 这个信号跟这个加 这个符号 还要先算 新号要先算 star先算 star要先算 star要先算的话 那你就不能把这个plus 把它放到stake上面 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 因为你再放上去的话 将来它要先算 记得啊 我们放到stake之后 我们放到stake之后 将来会先打出来 所以你把它压上去 你如果在这个加法把它压上去 真的把它压上去 代表将来你要先算 所以怎么办 所以怎么办 我们只好先把 star先拿出来 你加法不能压在上面 因为加法 优先顺序 比star还要低 所以 你不能把它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就 顺序就不对了 所以你一定要保先把 star先拿出来 star拿出来之后呢 所以 再加就可以帮你这个 下一个c 把opt 在外面把stake的东西拿出来 好 这就是打来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用stake 来变换我们的 计算的顺序 那刚才那个为什么对 刚才上面这个方案 另外怎么对 因为你这个av v跟c要先算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先把这个加放进去 后来看到这个start 那start比这个加呢 更优先 更优先 要先算 所以start呢 就可以压在上面 压在上面的东西 就是什么 要先算 就简单的道理 放在上面要先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然后它过来 将来要先算 好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得到 我们的这个 点算好的前半路 没有括号的 这个 怎么样把 我们的 inference 变成close 好 刚刚我们的第一个 看到opert 看到AEC 看到opert 那你去准备要把它放上stake 但是你放上stake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过了 你要 优先顺序高的 先算的才能放在上方 所以这边讲 如果你这个opert的 你的优先顺序 比你top of stake 还要高 就可以放 你去压在上面 你就可以放 那如果你不是比它还要高 你不用直接放 所以你们讲 否则 就是你没有比 刚刚那个情况 没有比它还要高 你要比的 你就要把那个 顺序高的先拿出来 把那个顺序 把那个顺序 比现在目前 这个opert 这个 有点顺序 还要高的 先把拿出来 然后 之后 再把你目前这个放进去 好 所以 这个是 没有括号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讲 刚刚在讲这一次 好 再下来 我们再看 下一个例子 这个是有括号的 前页 前页 这个有括号 那这个有括号 比刚刚的问题 就更复杂了 道理是相同的 好 概念是相同的 但是有括号 这个括号 最后我们要拿掉 不然有括号 第一个开的左括号 那左括号是什么东西 左括号在我们数学 印算式里面 它是来改变 印算的顺序的 它不是一个 实质的要印算符号 它不是实质的 它也不是资料 但是它来改变 我们的印算的顺序 所以 这个括号呢 看起来就像 印算的符号 看起来像印算符号 可是实质没有做印算 好 好 左括号的意思在什么 左括号的意思 它还是代表 刚刚讲的 它是印算符号 可是它没有实质印算的链链链 好 所以看到左括号 非常简单 这个规则只有一个 看到左括号 直接放到 对 我们如果从优先顺序来讲 刚刚那两个规则 刚刚那个规则 优先顺序 从优先顺序来讲的话 那 这个也是对的 刚刚优先顺序是什么意思 高的 先算的 可以放在上面 先算的可以放在上面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两个左括号 看起来形状一样 优先顺序不一样 这两个刮号哪个要先算 哪个要先说要 里面刮号要先算 这是我们的原则 面部的刮号要先算 所以这两个刮号 虽然形状一样 顺序 右肩顺序不一样 里面里要优先 里面要先算 好 所以我们刚刚的概念 也要对的 里面要先算 所以这个 刮号 你先去刮号的优先 那我们可以放上去 样号名 没问题的 再下来 A 我们要 output的 再过来 减号 那减号 刚刚这个左括号 哪个优先 虽然 括号是虚的 但是我们总要 谈一下 什么东西要先看 哪个优先 减号优先 括号 括号你们东西要先算 不是吗 我们讲的嘛 括号你们东西要先算 所以减号算完之后 才能把这个括号把它去掉 括号东西要先算 对不对 所以减号优先 减号在括号里面 所以减号呢 把它放上去 再来又看到一个左括号 哪个优先 这个第三个左括号 跟减号哪个优先 左括号优先 对不对 这个左括号 比这个减号更优先 它又更里面 所以你不能公开这个形状说 它又更优先 你要看它 你在里面还是外面 所以对 一样 对吧 好 再来看到B 我们就off 看到加 一样的概念 在括号里面的 在括号里面 都比括号优先 再来看到一个右 再看到一个C 我们off 好 现在关键来 看来又括号 又括号到底B这 又括号就是减备消灭准备的五括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用一般的expression 你用小肥的概念去算 你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 在外面的 在外面准备解决 这个括号里面的减备 这时候把B加C 要把它算出来 好 所以在我们这边怎么做 又括号不能夹上去啊 记得啊 又括号啊 又括号 这个加法 这个加法公优先啊 里面这个加法公优先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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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括号放上去就错了 所以又括号不能放上去 一放上去的话 那所以就不对了 加法公优先是要右先算的 所以 这个时候加法公优先 你不能优先嘛 那是优先算 要先先算 所以加法公优先算 接下法公优先算 接下法公优先算 之后呢 这个 右括号 本来要放到Stack上面 可是呢 这个右括号是虚的啊 它没有真正做Operation 它是虚的啊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左括号了 它其实一碰就不见了 所以把它碰不见 左括号 所以右括号永远不要放Stack 右括号跟左括号永远不要放 好 再来看看一个右括号 那我们的概念就更简单了 这个右括号呢 你看右括号 一定往下看 一定会看到一个左括号 这里面的东西啊 都是要右先 在左括号跟右括号中 里面的东西都是要先算 所以这一段的东西都要拿出来 所以就是 从这里往下看 看到一个左对应的左括号 然后这个之间的全部要算 所以我们的全部要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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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个左括号就变点 底下就好了 就没有了 再下来 看到一个Start 好 那Start呢 这个是还在括号里面 还在这个括号里面 所以放进去 好 再看一个看到D 我们把D就Operation 再看一个右括号 看到右括号 记得 右括号呢 看到要跟它对应的左括号 去看这里面的下一个左括号 中间都拿出来 STOP 然后这个就STOP 没有了 这个就抵消掉了 没有 再来 看到一个823 823就是运算符号 我们放进去 看那个左括号 我们再放进去 看那个加 我们再放进去 看到一个1 套 看那个加我们放进去 看那个F 我们套 在这里 看那个右括号 右括号呢 就对应这里面的 这个左括号 中间的通法出来 加 那 已经读完了 把最后这个 好 用这个答案 好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 另外讨论它 过号的情况的话 那就这样简单 因为你只要拍左括号 它是因为 在帮手最优先 偷空 可以帮他使用 看到右括号怎么办 看到右括号 就是所有在左括号 是上operate 全部把opt 刚刚我说讲的 看到右括号 对应了一个左括号 那中间通到opt 那 当然 这个左右括号是 不用opt 左右括号是底下就不见 好 最后 剩下的通到opt 那这个就是我们 演算法的第二 第二阶段 里面有谈到 这个左括号 右括号的情况 这个也是要学一下啊 你考试都会考的喔 那你读配文的话 不不然 你不知道在拍下什么 好 好 我们考试说 如果要考试都会 轻易描述一下音品到够水的也算了 好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好 让这个当初多一点时间 还是要把这个 修罗破把它抢 因为这个修罗破跟前面 一模一样 好 表示话不一样 是一样的东西 好 这个符号跟刚刚的符号一样 最后 最后 有一个 它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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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它先把这个 鸡字号 先放到spec 先放到spec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就 来开始要 把东西逐进来 运算的 资料 open 就是刚刚abc 运算的资料 你如果逐进来 运算的资料 就直接output cout 就直接output 然后呢 如果你逐进来 是优瓜号 你先逐进来 这个是优瓜号 刚刚说到 你如果逐来个优瓜号 进来 不是优瓜号 你就是往下 往下找到优瓜号 那就通通output 所以如果优瓜号 通把它找 通通找 所以看 你先逐来个优瓜号 那这里 这里 这个 我们的课本的发明 一个动词 按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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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拿到 总括号 一直拿 所以你看到 它怎么做 就是你先 这个putput 从stake上面 拿出来 如果还不是总括号 还不是总括号 你就 所以你把它套出来 然后套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 我们就把它 不是 就把它 这个 如果还不是 还不是总括号 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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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有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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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叶子 要碰到 左 或者左 你 就把它 自己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是 unstake 再下来 这个 这一句话要走上去 这一句话要走上去 下面那两句话要走上去 再下来就是 你如果是一个operate 那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个operate 你要比较优先视频 所以这里在比较优先视频 这在比较优先视频 那 这个我们课本的这个 这个operate的范例 它的优先视频是这样设定的 越优先 它的ISD或ICD的值 越小 小的叫优先 这个是我们课本的operate这样讲 这样这样写的 小值比较小的叫优先 所以这个越优先就是 这个优先是越高的 那它对应的这个ISD ISD的值 或者是ICD的值 是越小 然后这下来 这个在比这个优先视频的时候呢 什么叫ISD inStake 在Stake里面的Priority Stake里面的优先视频 还有一个是ICD Incoming 现在刚刚读进来的这一个 Incoming就是刚刚买的这一个 就是Incoming 那这里可以和我们读别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行 ISD 看一下 这个ISD 左括号等8 这个值很大 这个值很大 很大就是不优先 我们看一下 值越小越优先 值这个8很大 不优先 它是这样设定的 你只要放它Stake 左括号放它Stake 它就不优先了 一旦放进去就不优先了 一旦放进去之后呢 它就不优先了 就所有的都可以压 都可以压它 就压在它上面 一旦放进去就不优先了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再看这个 ICD 左括号 这两个都左括号 这样我们这边放一个东西 先 Priority 左括号 这个左括号的这个值 还没放到Stake 这个是最优先的 因为我们刚刚要处理嘛 一旦放进去之后 就可以被压在上面了 可是这个左括号 刚刚要放进去的这个 是最优先的 所以它ICP的左括号很迷离 等于是指最小 最小最优先 就是我们刚刚讲 指越小越优先 所以这个等于是最优先 放进去就不优先了 还没放进去就是最优先的 那这个 你不知道代表这个 解析都不浩 所以它就放在Stake 最下面 后来就可以被压上去 所以这个 另外就在讲 你在这个Stake里面的 优先速率 比较 就是这个 优先的 再把它拿出来OPP 然后之后 把你被OPP的把它 不停 最下面这个 最下面这个 你Stake里面还有东西 干嘛 这个 最下面这个 好 那这个 虽然这一张 后面还有 一点点东西 但是我们下礼拜 要消炒 好 这边还有一点点东西 这个我们下礼拜 对 我们下礼拜要消炒 谢谢大家